继续来看到新冠疫情持续第三年 不但改变民众的日常生活 购物族对于买房的需求也跟着转变了 有房仲业者统计疫情前后 民众预约赏物的类型 发现农舍还有透天别墅 分别成长了53%还有38% 唯一不增反减的是公寓产品下降将近一成 而且指明需要有阳台的比例大增 增加分析疫情下考量到传播风险 民众对于物件的排气设备 以及通风与否越来越重视 我们鞋子拖这边就可以了 格局空间和附近交通机能 样样都是购物考虑关键 不过近三年碰上疫情改变全民生活习惯 也影响购物族的买房需求 跟健康值有关疫情啊 所以这个通风啊 采光啊 中间公司统计疫情前后 民众预约赏物的类型 发现了农舍和透天别墅 分别成长了53% 已经38% 而唯一不责反减的是 公寓型产品 老旧公寓上下楼住户管线相连 就担心提高染疫风险 疫情当前较具防疫机能的物件 更显热门 手中通风家 接触少 重管理三大原则 接触少就会变成现在大家的首选 双北市房价比较贵啦 所以还是以新大楼为主 那双北以外就是以透天跟别墅为主 由于新建大楼几乎都配有当层换器设备 也是加分条件 不过高房价依旧是购屋主力 资料显示 全国住宅价格指数第一季 年增9.41% 创八年最大涨幅 让限制预售物转售的修正草案 能否三读 受到关注 但九月份立院开议后 首当其冲的就是面临大选 想在新会期三读通过 恐怕有困难 希望尽快在下个会期排入这个审查 让打房有所成效 不过有房仲业者指出 近期房市交易的价量 以随央行二次升息而回归稳定 不一定有必要透过其他政策意志 无论打房手段为何 民众只判房价 别再涨了 江沛网友才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